据说 在百货公司关门后 所有人体模特儿都会活起来 这样一个简单的传说 衍生出了许多恐怖故事 那么这则都市传说 不是我创作的 也不是我自己遇到的 让我们 天火过来的感觉吧 台北车站 是许多人上班 上学途中 毕竟的地方 外国游客 也多半会先来到台北车站 它已经是代表台北 甚至台湾的一个重要地点 然而 在台北车站 有着这样的传说 相信许多人 都在台北车站的M1出口旁看过它 套着各种外号 套着各种外号 鸟人 鸡人 或是鸟头罗 有些人相信 它在半夜会自己动起来 并且在车站内游荡着 直到遇见落单的人 它就会将其杀害 并且换一个身体 大家都知道 台北车站许多游民 甚至有些 即使消失 也没有人会知道游民 这种失踪不算什么 全球每天 都有人在失踪 甚至有些人 开玩笑一般地说着 或许 台北车站那么容易迷路 时常走不出地下街 都是它的诅咒 也有人说 这作品 是来讲以前的书记 未发育的女性 代表小女生 手上铅笔 代表她想上学 流下水 则是代表她在哭 作者希望以后 不要再有处计 所以才做出这个雕像 那么 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它叫做 鸟然艾维斯 由艺术家何彩柔 和郭文泰 在2010年 共同创作 创作理念是 站立在一片草原之中 带着鸟头的女孩 手上握着铅笔 脸上流下的水 覆盖到她整个身体 永远长不大的女孩 手上握着铅笔 也永远写不出字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就是一个装置艺术品 而会有那些都市传说 只因为它长得特别奇怪 或许是因为恐怖谷关系 所以让人感到害怕 甚至会觉得 它会不会突然动起来呢 最后 网友们开始不断地延伸 将它恐怖化 甚至还有人为此 画游民 对抗鸟头人的搞笑漫画 但是 在此还是呼吁大家 半夜千万不要在车站逗留 深夜车站 没有人 没有灯 谁都不知道 会出现什么 故事已经结束了 爱得为不时分享一下都市传说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放好帮我一下喜欢片段分享出去 不要忘记从里面前订阅 按照帮我猜得 我们下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